睡醒了 躺在床上 看看外面的风景 我们现在要去吃早餐了 虽然只有几百米 但是建议我这个脚吧 我们还是开车去吧 平常这个时候我们还没起呢 今天为了吃这个早餐 我们俩来懒吊都不睡了 免费的牛奶豆浆 咖啡奶茶 我们的早餐来了 这边有中式早餐 还有西式早餐 但是我们俩都选择的是中式 喝点粥舒服一下 嗯 这成衣几宝好吃 丰富的很 咱俩好久没这么早也吃了饭了 平常挤都挤过来 餐厅上面还有这么大一个观景台 望远看起来这全是桃树 这要是桃花盛开的时候来这儿 会特别好看 你破音了 走之前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我一定要去参观一下他们的营地房车 看跟我的房车区别大不大 参观参观学习 这些树全都是桃树 现在冬天这些营地房车是没有开放的 等来年春暖花开时 住在这个桃林里 哇塞 这辆车就停在桃树下面 等花开的时候 哇塞 像当于住在花里面一样的 这空间确实大呀 先从温馨间参观 哇这个马桶好大 这不就家用的吗 家用马桶对 对啊 而且也是干湿分泌洗手的 然后洗澡的在这边 然后洗澡的在这边 是吧 嗯 所以为啥人家是酒店呢 对啊 就让我活动起来绝对够用 植物架子什么的都有 或者这个上路也爽了 这个有点大了 这是挂衣服的地方 对衣柜 然后吧台嘛 嗯 这也是推拉门 推拉门卫生间直接就关上了 这对卡 哇坐在这儿 看外面的桃树 哇这个大桃树 想象 你现在发挥你的想象 上面全是花 粉红色的小花 美丽 因为它是营地房车 所以这些柜子也都没有柜门 就展示了一个 往这一发一目了然 放个电视 放个啥子这样子吧 对啊也是家用空调 但是海耳的呢 然后这个卡座放下去 也是一个船 睡俩小孩没问题 然后这是 然后拼在一块就是一个大床 分开了就是跟标尖一样 两个床 对 因为这一个房间里面 我租这一个车 我可以睡 就按咱俩这种小身材 俩俩俩俩 至少能住三个人 胖一点都魁梧一点的三个人 然后最经典的就是这个 哇 瞅瞅人家这大天窗 全景天窗 把这帘子全一拉开 你想想想想往这一躺 前面的帘子也拉开 三百六十度观景房观桃花 哇从这看过去这桃树 对啊 你看往这一开往这一 别说桃花了 就是现在你让我这一躺 上面一打开 晚上那个星星 一扎一扎 多爽 人家冬天不开放 只有桃花季节开放 真好真好 有地方这确实跟 跟咱们公路拖挂还是有区别的 对它没有柜子 上面全部这这一圈 没有掉棍 没有啥的 对 你可以放一点花啊 什么在那一摆 不需要就是说把它封起来 因为它不动 所以你往这一摆的话 它也不怕丢 咱们呢 我天哪 换得好好的洗衣机 都能自己跑了 是吧 哎呀这好 那这么好的环境 就是说我们自己带着 自己的房车来 能住吗 可以的 可以住是吧 因为有房车营地 对 那可以 我也看到了这 水电桩 排水口 全一应俱全 明年 明年我们要过来的话 给我留个位子 我很好 我相信了一下小姐姐 整个房车营地区域 这种营地的拖挂 总共有12个 就是有12个房间 春天来的时候 一定要提前提前预定 要不然的话 你就只能搭个帐篷 坐在树下了 而且这12个的营地房车的布局 就是小房间的布局 是一模一样的 都是这个布局 眼前这个桃树 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 几乎大家能看到 眼前这些桃树 都是百年历史以上的 一百多年三百多年 关键人家还结桃 小姐姐给我们介绍了 到10月份桃就熟了 长这么大 就是5月份开始结 10月份还熟 哇很神奇 看到没 树上还挂着有桃子呢 我们的山泽居酒店 体验卡就到这了 本来还想再体验一天呢 结果房间都已经预定出去了 所以就到这吧 收获一个瘸子 而且 酒店送的蛋糕 这家伙还抱着呢 慢点啊 走了 山泽居 再见了 一日体验卡 叮到期 最近也不知道是 发了哪门子鞋 我的腿壮了 全了两天还没走利索呢 我的手又被无人家挡了 我的手刚好 我们小郭昨天乐极生悲 脚又扭了 所以呢 请上副驾 我们去医院拍个片子 因为今天早上呢 他还疼得不行 而且昨天还肿了 走走走走走 其实我原来都没啥事 我工作肯定没事 因为我要是工作有事的话 我连路都走不了了 但是呢 为了心里踏实点 保险提前 我们还是再去医院 拍个片子吧 林芝士人民医院 我怕你这要是严重了 你知道不 西藏旅行就得被破公职了 没啥事 今天都没有昨天那么疼了 其实 但是还是疼 走 走 我们现在已经到医院了 但是还没有上班呢 这边还没有开门 西藏这边下午上班都在三点多呢 三点半 行不行 能行 能行还配三天 老郭给我挂块去 我在这坐一会 这边 我们现在已经挂好号了 去看医生 刚看了医生 医生让我先去拍个片子去 先确认一下骨头有没有事 如果骨头没事还是严重的话 可能就得叫什么 做核磁公证 看一下韧带 对 不会应该没事 所以现在我们先去拍片子 其他才说吧 咱们都给你让你全开了 小意思 装的 猫哟 看看做X光 还拍片的人 好家伙 小哥同学进去了 我现在已经给我的锯锅 拍完片子了 现在要等片子结果出来 要等到五点半 五点半才出来 等着吧 手机都快等了一点 哎呀猫呀 我的片子终于出来了 来 我给你一下诊断一下 应该没啥事 应该吃点啥吃点啥吧 未见明显异常 高密度重影 SICE 你能看懂吗 这是我的脚踝呗 没啥事啊 哎 它这是啥意思吗 左侧 这是斐子吗 肥骨中断 重叠处 片状 高密度影 啥意思啊 我哪知道啊 真是 咱俩在这踩呢 把你踩的 我跟你说 把你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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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来了 他来了 他一拳一拐走来了 我靠 什么情况 没电了吧 这是屋楼偏逢 涟漪雨啊 那咋整 机械钥匙吗 这只能有机械钥匙吗 我没掉 扯扯扯 哪里有什么 什么的 你这个电池 已经换了一年半了 是的 一分钟时间 有 医院的事 终于办完了 好消息呢 就是他的脚踝 啥事都没有 目前片子上看 啥事都没有 骨头没事 然后呢 开了三种药 两个口服的 一个是 喷的 总共花了64 但是呢 有一个我比较担心的 医生也强调了 就是在片子的这个位置 看到没 片子的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有一个 那个说明上面说的是 有一个什么什么暗影 重叠处 片状 高密度影 有一个这个 然后医生的意思是 如果不是裤子上的 金属的物体的话 建议再复查一下 做个CT 做个CT 但是确定 我们俩刚才捡上来裤子 确定不是裤子的问题 所以这个事情 是我最害怕的 你现在脚都已经 而且呢这边 这个医院确实这个医疗条件 说实话确实也不怎么样 所以我都决定 先让他脚先恢复着 过上几天 如果说脚还有问题 那再过来 然后顺便就把CT 做再看一下那个高密度影 是什么样的意思 如果说脚慢慢的恢复了 没啥事问题了 等我们过年回家了 去我们那边看一下 那边的 就是家里面的条件 会比这好一些 而且在家里面 我心里也踏实 我有点怕 我有一点怕呀 感觉像骨头里长了个东西 对啊医生说 因为这两个照 这两个片子 它不是一个角度拍的 它是换了一个角度拍的 两个角度都拍到了这个东西 而且小郭说 他第二次拍的时候 医 那个医生还把他的裤子 专门拉了一下 给我转 转了个方向 也就是说拍了两次 在同一个位置都有这个东西 算了我不敢跟你开玩笑了 我再跟你开玩笑笑 我这点害怕 我这一点怕 刚才还跟你开玩笑 让你想吃点啥吃点啥 没事 一般穷拉 都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走走走走